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 你就这事 你看开点 别想那么多 还好 那个 这里现在一切都还正常吗 大家都在说你的事 你先好好休息一天 等我舅舅来了 你也可以到他手下去 你放心吧 我都挺好了 你要没别的事 我就先挂了 就这样 怎么样 突然被顾华泽审查 难免会有点情绪 他那么为老姑卖命 结果捞这么个下场 你让他怎么想得开呀 武装 快快接重新总部政府的电话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快接 其他的别问 好 喂 重新总部吗 请帮我接下郑主任办公室 走 郑主任 我是西川分战的雪尔根 你们 我们这儿出大事了 我是陈建峰 你说什么 顾战长被杀了 因为 这事你能确定吗 你会让他走 你会让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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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郡董咱们派人来了 会不会因为沿途抓我 不会 他们是来找我的 你 抓你 抓我 凭什么 你放心吧 你好 什么事啊 这一大清早 老家宁许大队长 亲自走一趟 我 请您 来 立即跟我回军统站 怎么着 他顾华泽想抓我呀 不 是请您回站里主持工作 徐大队长 别玩花样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是这样 昨天晚上 顾镇长突遭意外 已经不致身亡了 突遭意外不致身亡 这怎么会这样 说 不过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后来重庆总部来电 任命您带离站长一职 您那办公室我什么都没动 我特来接你 全力听我考虑 立正 向新任陈站长接力 站长 顾镇长当初让我写关于您和您父亲的报告 让我极力抹黑你们父亲 我可是一个字都没写 我觉得那么做有为良心 徐大队长 换话说多了会害自己的 那份报告你早就写完了吧 只是现在没有人签字 所以也没有办法送到重庆去了 站长 我 我想起来了 应该是我那几个手下写的 我跟你说不要写不要写 你 我话说回来 站长 我们这 这不都是让那个顾站长 对 顾华泽 都是让顾华泽那个老家伙给逼他 你今天是不是打了一个电话给郑主任 告诉郑主任 顾华泽已经把我彻职了 是不是还想让郑主任任命为代理站长 只是郑主任他没有搭理 站长 我那就是 说了点实话 就凭你这个脑袋瓜还想取代我 你也不想想 他老顾拿了一本假的山海冰给郑主任 主任现在是颜面丧尽 而顾华泽想撤过他之后 郑主任反而会觉得我有佛 他老顾是想借机陷害我 徐大队长 我还要谢谢你帮了个大忙呢 站长 站长 你听我说 那 那不是我的本意 都是顾华泽 顾华泽那个老家伙逼我那么干的 我 你得理解我 好了 好的 这些事 我不会和你计较的 过去了就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跟着我 别再玩什么华招了 绝对不敢 站长放心 我雪儿根 从今以后对您忠心根根 绝无二心 来 站长 你今天能特意来接我这很好 现在跟我去一趟景区 你请 说实话 姚老板 我真的是挺喜欢听你编故事的 你慢慢编吧 我编什么了 没编 我确实实就是一个人在街上溜达 看见一个熟人 后来就进了那个遗乡院 我还想着这个人怎么去那种地方 所以就跟进去了 你那熟人呢 那熟人 不 不见了 也许是我看错人了 梁大叔 你就是这么跟我说实话 你以为我是傻瓜 是不是 然后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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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找着那个人 我喝酒了 我喝多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听见 呛呛 再然后呢 再然后就 跑到房间去了 我就以为我那个熟人出什么事了 你那个熟人 一个什么样子 一个就是 顾华泽 对不对 不对 不对 弄错了 我我我我进到房间 我看搞错了 我刚想退出来 你们就 来了 够了够了够了 别人听到枪声 吓得要死 这找立王东 你去迎着枪声去 对 你脑子不好使吗 我脑子是不好使 我当时喝多了吗 不是你的脑子不好使 是你以为我的脑子不好使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这么憋脚的故事 你也收得出口 你敢耍了 我一向就快碰了你 你 你 老子 就是认识的事情 你那个熟人是谁啊 生意场的一个朋友 姓慎民谁 背影很像 就是因为觉得像 我才跟进去的 侧面也很像 你少给我耍滑头 要我说 你根本就不是去找熟人的 是吧 谁他妈在上 你这么有玩意的 我真佩服你啊 军统站着 你也敢上 这个是要掉脑袋的事 我 我问你啊 我是不是做生意的 是吧 那顾华泽是不是 军统站的站长 是啊 我一个做生意呢 跟军统站的站长 能有多大的潮火 我杀他干嘛 我问你 我杀他干嘛 我说 你他妈的 是我审你 还是你审我呀 你审我呀 那肯定我是认错人的 那个熟人到底是谁 我不能说 我我我说了你们去找他 他肯定 他觉得我很不地道 再说那种地方 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说出去也不好听 他会跟我翻脸的 你耍我 耍够了没有 开门 这是前警官 这个案子由他负责 这位是新任军统站 代理站长陈建峰 陈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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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会 幸会啊 他都交代了吗 什么也没有说 一直在跟我斗圈子 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来问他两句 请 姚少长 我知道是你杀了胡华泽 是你杀了胡华泽 警察在犯罪现场都抓到你了 还不承认 你要我怎么说 你为什么要杀顾华泽 我没杀他 你跟顾华泽 我应该无缘无重的 我甚至都怀疑你认不认识他 你认识他吗 你认识他吗 你问你自己啊 我现在还能帮你出去吧 你要在这儿 再多待上两点 你昨天说的 今天我就可以走人了 警察局程序问题 你放心 我精神带你站着 不会有事 好好想想 许会长 到 你留下来帮前警官 一起撑回杀手上 算了 前警官 你盼着死 死的是你们军等的人 你们如果不来 我们的派人就请你派人 辛苦 客气了客气了 陈建峰 陈建峰 你老实一点 你要是不是啊 你还要问清楚 这件事到底和军国部的情报 有没有关系 是关重的 要多留个心眼儿 是 我知道了 别动作 他是我老朋友了 要不然我这面子上不好看 那 那您是让我 关照他 你还要问清楚 那 还是要是 我们的 ata 你 不愿意 是 我 你是 可不愿意 你 你 鲸铜站长商业财子真哲刺 还记住雪冰哪 过来看了 少晨又几天没有回家了吧 陈建峰把他叫去的 不会有什么事吧 老夫人 您就放心吧 大少爷办事啊 他一向稳重 不会有什么事的 而且小白玉啊 问过陈建峰 说让大少爷帮着查个案子 过两天就回来 你呀 就别惦记着了 你们放下行李啊 赶紧去干活啊 川队爷要尽快开业 不能耽搁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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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小白玉啊 你终于回来了 伯母 少臣回来没有啊 没有啊 要不你去问问陈建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事的 您放心 回头我去找他 不就是为了 救叶司的那个副官吗 这破事还没完没了了 这事不是以前就问过 伯母 上回啊 那少臣没说实话 这回 我看把他多关两天也好 陈建峰都把川剧园还回来了 如果这次少臣 再不帮陈建峰一把 就怕人家 再把川剧园收回去 还能收回去 不会吧 川剧园本来就是我们杨家的 好 再往左边点 左边 左边 再往左边点 你走 走 行了 好了好了 怎么样 行了 下来吧 快 把梯子收回去 看厨房开火没有 把他们精神点 快点 白老板 您瞧 您瞧 没两天 您都成不掌柜的 什么话呀 我不是 你是啊 轮到你还早着呢 你瞧您说的 我倒没想当掌柜的 能混到川剧园开张 我的梦里娶媳妇喽 白老板 您说川剧园能有今天 真是多亏了人 让您今天好好歇歇 我看您比谁都累 请问这川剧园的掌柜 是叫杨绍成吧 你有事吗 你是东家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川剧园转给你了 我不跟你说 我要找杨绍成 伙母 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干吗 爹 木兰来了 老夫人 这木兰在家 她闲着也是闲着 所以我让她过来呀 带川剧园啊 帮她干点事 我早就说让她早点过来 早点过来 吃一下可好 你干吗 孩子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 来 我介绍介绍 木兰是我刚认的干女儿 木兰 你可是好福气呀 来 坐 坐 坐 来 孝晨哥出事了 你们怎么都会没事之的 你生什么 你们还不知道啊 垃圾上都灯了呀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小白鱼 你不是说大少爷跟这个陈建峰帮案子吗 这怎么回事啊 建峰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你是说少臣的事啊 他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 他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 我不信 这一定是栽赃 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相信 但现在报纸上说的是有鼻子有眼 让人不得不相信 他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妓女去杀人 而且杀的是我们顾站长 这也太 你想说什么 太巧了吧 你是说顾华泽正在承我 而杨少臣无意间替我剪裂吗 你是说顾华泽正在承我 我只是觉得奇怪 不可思议 我和你一样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和你一样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对 我跟你一样 我也希望这事和少臣无关 你放心吧 我怕那些警察回来 已经让雪儿根 参与了警方的调查 一切都等查清楚了再说 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是瞎猜测 对不对 我想对谁都不公平 我其实有很多疑虑 不要胡思乱想 我待会儿就去警局 如果少住没这儿 我尽快让他们放任 但愿是一个误会 放松些 我来住你这事 我们好久没单独在一会儿了 今儿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 好吗 好 老夫人 老夫人 我刚从警察就一回 人家说案子正在审 不是让我们见你 天哪 整天地心吊胆 地心吊胆 就怕出事 这越怕出事了 他就越出事 少人才回家就出这个事 这不是要人命吗 大妈 你别急 我们再想想办法 我自己生的儿子 我自己知道 说少臣会去一乡院 打死我都不信 这分明就是有人在陷害他 要不 明天我和我爹 再去一趟 还是我去吧 要是等到明天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可你却能行啊 别人不行 不等于我不信 伯母您放心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就不相信 少臣会干那种事 您想想 这一乡院的婊子 谁比我的脸蛋漂亮 谁比我的身材好啊 她的 反正我打死都不相信 少臣会到一乡院 跟别人抢女人 我这就到警察局要人 是 我来 你 对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小妈我打我都行 是我欠你的 没有心情打你 骂你 而在想啊 进了肩房我才觉得 自己 就是一只小蚂蚁 其实你我都是一只小蚂蚁 少诚 我知道 你觉得我很卑鄙 你觉得你不卑鄙吗 你杀了人让我顶罪 是 我卑鄙 我是很卑鄙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和小蚂蚁合伙 拿了份奖山还进来骗我 我被停职收拾 差点就没要了我的命 我们俩是不是兄弟 是不是 你知道我在调查军桓的事 你帮叶梅不帮我 难道这一切 没有你的原因吗 你说 我不想说那么多 我只想知道 要怎么样 你才能放我走 杀人的事没有认真 他们不敢接人 这么说 你是想让我认 是我杀了人 对吗 也许 也许 也许是你误入一厢员 自为误杀 只有有了这个说法 他进去才敢解案 你不单是卑鄙 简直是丧尽天亮 你不怕我把你杀过华子的事情 说出去吗 我在场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少政 我劝你先冷静 这事到这份上 基本已经成定居了 也就是说 有人会相信你 你就不会小白鱼想一想 那小白鱼 他拿了一本假山海经 给我们军统 那可是杀同的罪 现在进去只是想要一个说法 只有这样才能有待劲下 好 少政 你已经得到专局了 我保证不再追究小白鱼的骗局 不是 只是我 你只是命于受损 你全都想好了 用小白鱼的命 威胁我 走而还回你的命 小郑 我程建峰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这次你替我背了 我寄你一辈子 我一定会还的 小郑 画个眼 我会损了 这案子就结了 姚白玉 你是为杨少臣说琴来的吧 我可告诉你 这可是凶杀案哪 是砍头的案子 我劝你 我劝你 再理一句别碰 碰了会伤人的 钱大哥 我知道你能通天 在那段案子到您的手里啊 都能秉公办理 赶紧把钱收起来 别让人看见了 是啊 你小白玉打招呼的事 我能不秉公办吗 说吧 想怎么办 钱大哥 这杨少臣这个案子啊 你应该最清楚了 他要是个花花公子 他不用去一厢院 漂亮姑娘都排着对候着呢 你说他放着那水淋淋的鲜花不彩 干嘛非要去吃那又干又臭的烂白菜呢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冤案 杨少臣可是个正正经经的商人 这点我比谁都清楚 如果说他去逛窑子 还跟人雪瓶杀了人啊 就跟 就 就 就跟那 棉花堆里头 长似的个人一样 是个笑话 我说小白玉啊 男人那点心思 你未必全知道啊 我不清楚您 我还不清楚那杨少臣啊 我整啊 您别误会啊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是说我不清楚您 但是我会看相啊 我这一看啊 就知道你面善是个好人 不会做那伤天害理的事 也不会陷害好人的 是吧 好你个小白玉啊 我算准复了你这张嘴啊 好你个小白玉啊 好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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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了 你要是办出什么错案来 我可不依你啊 我就是捅破了天 我就是闹到省长市长那儿 我得把这事给说清楚 我只能听你说这话 是在要挤我呀 你又误会了 我哪敢呢 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秉公办案 让谁都别说出半个不字 行了行了 行了 再按我会秉公办的 你呀 就别在我这耗子了啊 赶紧去看你那个杨少臣 真明确 没登台呢 眼泪先出来了 好了好了 还有脸书啊 你才是把戏都唱到家了 都成为签不缺唱了 好了 你就别笑我了 笑话你笑话谁呀 可能那种下策略的地方丢人现眼 还被别人当成杀人犯抓紧 你也认准是我杀的人啊 借你什么胆你都不敢 跟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带这么好吃的了 我告诉你 就知道吃 鸡肉 鸡肉啊 说你是饿死鬼 一点都不冤枉你 这次啊 还真挺不值的 贝勒跟顾华泽 争夺头牌表的臭名 你也知道害臊啊 那你跟我说说 你为什么要去医乡院啊 你真的看上去脚没有啊 有点 挺漂亮的 那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正人君子 我先不说清楚 你别吃了 你 你去抢那个头牌表的去吧你 你干杯 哎呀我刚吃了那不够 你让你跟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去医乡院 我还真不让你吃了 说 说 说呀你 我那好兄弟陈建峰没 陈建峰 陈建峰让你去干吗 他把你叫到医乡院去干什么呀 没什么 就是看个热闹 看热闹 那医乡院是看热闹的地方吗 我问你 我问你 你人是不是陈建峰杀的 让你替他停下来 是不是杀的 别瞎猜了 陈建峰没去 是我一个人 就是想去看看热闹 结果退错门了 撞见鬼了 发现顾华泽被杀了 没看见消瘦的 我什么都没看见 行了 我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 好了 我吃饱了 看鬼了 你干吗呢你 你干吗呢 我好情好意来关心你 你怎么都有发火呢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没发火 我就是吃饱了 我想睡一会儿 好吧 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吧 别担心我 行不行 你放心 我会把你救出去的 你别跟着瞎掺和 好了 好了 妈和德舒怎么样 你娘 德舒 爱德舒的女儿田不兰 我她已经暗动好了 传继员也开张了 不回去 照样是大掌柜的 都是你张罗的 不是我张罗的 是谁张罗的呀 我和你 像没有少奶奶 是谁的 你什么是谁的 我把你笑的 看死了 你怎么行 走 我把你扔了 我把你扔了 你扔了 你扔了 我扔了 你扔了 你扔了 我扔了你扔了 这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 谢谢 能看着你我真的很高兴 这阶段发生了那么多事 我们都没时间聚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 辣椒 进风 上程的事情查清楚了吗 还没有那么快 不过我去看过他了 精神还不错 前警长已经答应我了 等事情审完之后 就放少城出来 我想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还要审了 乾坤一定是搞错了吧 人家前警长 是在现场抓住少城 证据确凿 这不问清楚 就放得出来 他们也很为难 我想你应该可以理解 但我总觉得很奇怪 你想啊 少城怎么会无缘无故地 去怡相怨呢 他不是那种人啊 总觉得会有问题 你别乱想 少城怎么为人 我比你清楚 这次看来 他是倒霉了 误打误撞闯进了顾华泽的房间 你知道顾华泽是什么人 他处于自卫 误杀了顾华泽 完全是有可能的 为了自卫 真是这样吗 肯定吗 允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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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 你就别掺和了 我和邵程的事 只要你一掺和 大家都会闹得不愉快 是你不愉快吧 是 我是不愉快 连求婚都给你拒绝了 你说我能愉快吗 我也知道现在不是时候 所以我们要收拾好心情 重新开始啊 建峰 这层阴影 不可能那么快 就被风给挂走的 为什么 因为杨少诚 也许在你心里 它过去了 但在我心里 没有那么快 那你希望这种不愉快 就 就一直笼罩在我们之间 让我们没办法在一起 不是希望 是事实 如果军火库和爆炸的事 是我们之间的障碍 那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 可是炸死我父亲的凶手 到现在没抓到呢 我早就告诉过你 满秋已经被枪毙 其他的嫌疑人已经逃离本事 我该做的都已经尽力了 我想 这算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也算是对你安慰了吧 你现在就能心安理得吗 死者是谁 是我父亲 活着的人是我 你就能给我父亲一个交代 给我一个安慰吗 好了好了好了 叶媚 我们 是 我知道了 别失性子了好吗 你看 我搞了一桌菜 不就是为了让你高兴吗 你又给我当头一碰冷水 对不起 我心里也很乱 我知道 压力大嘛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我都可以理解 这样 我尽快把少臣接回来 我们大家一块聚 陈建峰 你说得好听 你接少臣回来 你不害死他就散烧高香了 小白玉 我请你不要在这里呼叫婉禅 我找了你一晚上 你在这儿甜言蜜意约会呢 你说 顾华泽是不是你杀的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少臣是不是你把他叫到遗厢院的 你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 胡说八道什么呀 小白玉 你怎么说 建峰也去了遗厢院呢 你别问我 问你男朋友 有人亲眼看见陈建峰进了遗厢院 小白玉 你的魂是不是可以给杨少臣勾走了 你心疼他坐牢 我可以理解 你也不至于说我陈建峰杀了顾华泽 你别自作聪明 你的吊包技只能是个小儿科 走 跟我到遗厢院对质去 走 你 你松手 陈建峰 你别以为你骗得了叶梅就能骗得了我 走 小白玉 你松手 叶梅 你松手 叶梅 小白玉娜都是在瞎说的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 如果明天你能救得出少臣 我就不相信他的话 叶梅 明天少臣能回来 我就相信你 叶梅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啊 我说过了 少臣明天能出来 我就相信你 好 好 那我答应你 我明天 一定想办法把杨少臣接回家行了吧 叶梅 叶梅 陈建峰 我问你 我还想问你呢 你骗了我 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我告诉你 这笔账我慢慢跟你算 叶梅